大家好,歡迎來到曼聯花生台,繼續有水哥在講波 繼續跟進曼聯近日的最新消息 其實最近兩條片都有講,關於坦克的瑞惠、打波塔及維拉之前傳到興奮合 但踢完兩場都贏不到,然後整班管理層開完會之後反而是靜茵茵 沒有任何公佈,都沒有坦克相關消息流出來,是剩得有點過份 都是猜,暫時坦克會繼續帶著先,但同時間都有可能曼聯暗馬底有兩手準備 可能都有私底下秘密地計劃換帥跑馬仔有做準備 之前簡直在夏天時有傾過杜曹,現在最新傳甚至是英格蘭 而早前都有傳過的世恩斯蒙尼欽沙基,後來講回原來沒有傾過 甚至說他本人根本連一些英文都不懂,所以相對地沒有什麼機會 而最新,最近一天,有見翻傳在SBOOTING的主帥阿摩廉 今次的影片就跟大家簡單講講他 阿摩廉是一位非常年輕的領隊,40歲還未到 領隊來說都可以稱得上是少帥 而他都算在目前歐洲球壇之中,其中一位最隻手可以的領隊之一 之前夏天時利物浦那邊,一度勝傳過差不多跟阿摩廉達成協議 不過之後確定的真命天子就是史羅 而曼聯方面,之前捉獎杯決賽之前勝傳要炒坦克 跟首的傳阿摩廉都是大熱人選之一 而之後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 曼聯和詹Sir在贏了捉獎杯之後轉泰 都決定繼續用坦克,甚至再做一連約 阿摩廉其實跟曼聯或英超隊來說都不是第一次傳 現在看到最新很多曼聯又再翻波,說阿摩廉會是曼聯如高換歲 其中一位幾有可能會認真考慮的人選 看看阿摩廉的背景,球員時代比出名的球隊是奔菲加 期間亦都要入選葡萄牙的國家隊,踢了十多場 在比較早的時候,32歲的時候已經欣賞掛香 然後馬上轉戰去教練方向發展 至2020年3月起就開始執教史波亭 之後就風生水氣 在隨後計過一季,很快就已經帶到史波亭重奪浦超冠軍 還有在上年再拿一次浦超冠軍 而且以領前10分的姿態奪冠 看看史波亭,上一季更加在浦超34場比賽入96球 功力灌絕整個浦超 以幾超班的姿態就贏冠軍 對了,跟很多現在帶英超前列球隊的領隊一樣 很多時候都是向其他歐洲的次一級聯賽達成績 就有機會被英超隊看中 以設現在的普斯迪高勞 就是由帶西路迪來帶二次 利物浦的史洛就是由菲宴諾來帶利物浦 而我們現在的坦克都是由亞積士來帶曼聯 所以阿摩蓮現在在史波亭拿到成績 全球再到比曼聯看中就一點都不奇怪 至於教育球的戰術上 看回阿摩蓮史波亭通常用343 比較強調就是兩側球員的上落能力就越強 現在在二次越踢越好的撲路 早幾年就是跟阿摩蓮踢球 中場配置上通常是雙中場兼顧防守 我們今季新加盟的烏加迪 正正就是阿摩蓮早兩年 在史波亭時候的中場主力 至於其他方面的主導戰術思維 就是有現在史波亭強調迫搶 還有著重在前場搶球拳 去捕捉即時轉換機會 其實都是現今世代比較主流的現代踢法 看回阿摩蓮教士波亭 去到現在四年多 教了二百多場球 總勝率超過七成 長均入球數去到2.1 在四年多期間 暫時就拿到兩次蒲超冠軍 就這樣看的確成績幾好 難怪就傳這麼多英超隊想找他 而合約方面 看回阿摩蓮現有合約去到2026年 就著一般領隊的新來軌跡去想 教浦超降率有成績 好自然會想更上一層樓 挑戰一下更加頂級的聯賽 而他教士波亭亦已經教了四年多 可能他自己都真的會想轉一下 雖然現在傳聞都是最新簡單翻煲一下 但看看接下來會不會有進一步的可能性 對了,每逢講到這些可能的換帥人選 做research看他們的資料的時候 每次都看得很有憧憬 做做下的時候我都想起早幾年 入去全換帥的時候 當時research坦了的時候 亦都有很大的期望 尤其是看片看到當時阿積士 由後場build up那些 行雲流水的進攻組織 當時真是J到有非常非常大的期望 但怎知幾年過去了 到現在看回 似乎就坦一季才有見到下的漂亮組織 然後坦二季再到現在坦三季 簡直變成進攻根本不知道在做什麼 真是都幾唏噓 最近見到前載家麥卡菲有出來做訪問 說了很多東西 他甚至有說如果現在要換坦克 還可以換誰比他好呢 除非哥哥的奧拉肯由曼城轉過來曼聯 否則就不會有什麼人比坦克 我不知道麥卡菲這樣說 是否因為跟過坦克 因為情誼才這樣說 但我始終都是說兩句 一個領隊要用成績說話 現在曼聯排成第14位 甚至連波都不適合入 又沒有什麼想要的風格打到出來 你就這樣說坦克很有料 沒有什麼人比他好呢 其實這些說話根本會支持 我就猜 曼聯或者私底下又靜靜地找一些agent 摸下底也不出奇 看看有沒有潛在人選就可以考慮一下 或者現在看了 就不會是接下來這幾場就炒 但如果成績繼續這樣下去 繼續都是十幾位這樣的話 我就不覺得大家會引到 看看接下來的阿摩聯之外 會不會有更多人選全額 那好啦 今集內容大概到這裏 大家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留言和SHARE 還有支持我的話可以加上Patreon 還有加入Youtube會員都可以 感謝支持 好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